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 元神,千只传说副本宝箱共三个 二色的工厂所资与所展当他们谈其经验 七呢,是这个千只的传说任务啊 里面的这个副本宝箱 我们到这一步之后呢,直接进入到这个副本 带什么决策都无所谓啊 但后来它里面会给一个适用千只 那进来之后呢,我们先跟着这个任务指引 跟着这个流程呢,先往前走 周围帮大家找过了都没有宝箱 然后这个小机器人这边 啊,这个导游,我们带着稍微站一会儿 等这个导游出来,它这边动作有点慢 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跟着这个导游一直往后走 进到这个大门 也按照路一直往前走 到这个大厅之后呢,我们调查一下一共三样东西 让这个走一圈就好了 山洋都有这个高亮标记点 好,山洋调查完之后呢,我们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市宜间 调查一下这个高亮点 然后呢,我们转身 看到这里出这个大门 好,门开了之后呢,往外走 前面这只怪不用拐,然后直接左拐 跟着我们这个任务高亮点往前 这片水鱼大家直接跳下来 接着往后游就可以了 前方这个小木桥走上来之后啊 前方有一个怪物就有的金字宝箱 来那边后期给一刀 好,前方过来可以拿到我们这个 副门里面的第一个宝箱 然后呢,跟着我们这个任务指引 高亮点继续往后走 然后左转 这边往前走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大铁板会掉海来 不要被砸到了 砸到也没事,其实也没有多痛的 好,看完一段小剧情之后呢 我们跟着这个任务指引的方向 然后交切出这个千只 长按翼技能抬头 这样就可以过来 然后大家记得开翅膀啊 过来之后呢,我们一路笔直往前跑 先来到这一处这个任务高亮点 靠近之后呢,这个门会打开 来,我们走进来 好,都要换了之后呢 把这三个操作台都按一边 好,按完之后呢 先来清拨怪了 后期 好,切完怪之后啊 会有这个视角提醒 那大家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 从这边的这个楼梯啊 我们走过来 好,然后往后走 大家直接跳过去 如果说没跳过去 掉到锤里面的话呢 这个 视角会黑跳 然后重新来过 好,所以大家这边当心一点 通过这个大铁饼 我们一步一步往后走 好,这边再稍等一下这个大铁饼 好,上来之后呢 面前就是一个金字的宝箱 拿完金字的宝箱之后呢 顺着我们的任务指引方向 每一路再往后走 下到这个平台 接着往后 好,到了这边呢 大家需要小心这个喷气的啊 如果说被这个喷气喷到的话呢 会直接掉下去 好,爬下来之后呢 再等一下我们下一个这个大铁饼 大家注意不要被砸到啦 不然的话有可能会掉下去 好,上大铁饼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左手边 长安异技能 飞上来 好,然后沿着这一条路接着往后走 好,然后我们这边稍等一下这个异技能的CD 好,再抬头 飞到下一块这个大路上 好,然后接着往后走 这边铁饼没来的话 大家等一下这个铁饼 上了铁饼之后呢 我们再跳来来 来开这边的这个开关 好,出了大门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珍贵的宝箱 然后呢,接着往后走 潜入水中 再低头 好,往下游 到这一处这个洋流这边就好了 好,那么浮出水面之后呢 那大家再跟着这个任务追踪啊 再往后走啊 然后呢,再看一段剧情演出 好,这个副本到这边就结束了一共三个宝箱 那我们继续期待下一个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哦 好,小心 PV 我们下期待 这期节目 下期待 对和声音乐 就等一 various 进行 我们下期见